廣東散尾因為收地糾紛 觸發的警民衝突 有目擊者說 事件中有民眾向公安擲爆炸品 而公安就向村民開槍 外交部說不清楚詳情 強調會依法處理 吳二婷報導 衝突之後 公安封鎖散尾東州邱鄉 禁止村民出入 可以見到村民在村口掛上橫額 訴求中央介入調查 鄰近衝突現場的居民說 聽到槍聲 又見到村民向公安擲爆炸品 三里東州鄉 村民指當局興建發電廠收地 但沒有合理賠償而抗議 前晚有官上入村時被阻止 引發衝突 在北京 外交部說清楚事件詳情 強調會依法治國按法律處理 無線電視記者吳二婷報導